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最新的能源壮举。 位于新疆的全球最大太阳能电站正式上线,年发电量超过60亿千瓦时。 这个5G挖的巨型电站覆盖面积相当于纽约市,足以满足一个小国的电力需求。 中国在可栽生能源领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但市场过升的问题也引发了贸易紧张局势。 接下来,我们转向泰国南部的考拉克。 这个美丽的度假圣地还未被大规模旅游业侵蚀,成为情侣们寻求宁静和放松的理想之地。 考拉克曾在2004年海啸中遭受重创,但现已成功复苏,并成为前往斯米兰群岛和苏林群岛的门户。 最后,我们来关注香港的天安门事件35周年纪念活动。 香港原本的烛光晚会被亲北京组织的嘉年华取代,这是连续第二年出现这种情况。 严格的国安法和冲冰驻守,使得公开反抗成本高昂,而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则继续纪念这一事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独立报报道 中国西北新疆省的世界最大太阳能电站正式病亡。 年发电量超过60亿千瓦时,足以满足一个小国家如卢森堡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电力需求。 这个覆盖20万英亩的5G挖布电站,面积相当于纽约市,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站。 中国在2023年,太阳能容量增长超过50%,引领全球可栽生能源发展。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称,中国在2028年前将贡献全球近60%的新增可栽生能源容量。 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安装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容量。 领先制造商龙极绿能科技的分析显示,在中国屋顶和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板,能产生足够电力供全中国和东南亚家庭使用。 然而,太阳能板产量的急剧增加也引发了全球市场过剩的担忧,导致贸易紧张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上月宣布将中国太阳能电池进口关税从25%提高到50%,以防止市场过剩。 雅虎美国报道,泰国南部的考索国家公园,以其古老的热带雨林和自然美景吸引游客。 游客乘竹发或独木舟在雨林中穿行,欣赏高耸的石灰岩悬崖和瀑布,感受远离文明的宁静。 考索国家公园面积739平方公里,拥有50种哺乳动物,300多种鸟类和无数的蝙蝠,爬行动物和昆虫。 考拉克地区被称为小发泰国,以其未被大规模旅游开发的海滩和宁静的环境吸引情侣前来度假。 2004年12月26日的海啸曾重创考拉克,但在成功地恢复努力后,如今该地区已焕然一新。 游客还可以从考拉克出发,前往斯米兰群岛和苏林群岛进行一日游和潜水探险。 日经亚洲报道,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曾是每年悼念六四事件的烛光晚会地点, 但今年35周年纪念日,公园被亲北京组织举办的美食和纪念品嘉年华占据。 严格的国家安全立法使得公开反对的代价过高, 许多纪念活动转移到台北、东京等地。 香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六四纪念活动是在2020年, 之后,因义、情和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参与者被大规模逮捕。 香港在今年3月通过更全面的第23条立法, 进一步打击、分裂、颠覆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等行为。 尽管香港的纪念活动被压制, 但世界各地的社区仍在纪念六四事件。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强调, 纪念六四不仅是为了悼念, 也是为了连接全球、真实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环球邮报》。 加拿大情报机构的一份新报告揭示, 一些联邦政客与外国政府合作以推进他们自身的利益。 该报告由议会的安全和情报委员会提交, 指出部分加拿大政客可能与印度和中国进行非法行为。 这份报告是政府应对外国干涉加拿大民主问题的最新例证。 上周,国家安全和情报审查机构发布了一份审查报告, 描述以了加拿大间谍机构和公共安全部门 在追踪关键报告的阅读和接收情况方面 存在的不可接受的状况。 《环球邮报》,加拿大原住民大会的全国首席和主持 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和女孩、 国家调查的前法官批评政府在调查报告发布 五年后仍未采取行动。 该报告于2019年6月3日发布, 包含Membroke Science一项正义呼吁, 针对各级政府、机构、行业和加拿大人。 然而,原住民大会发布的报告卡显示, 在过去五年中, 150多项专注于原住民的正义呼吁中, 只有两项得到了全面实施。 CNN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访问柬埔寨, 表达了对中国在该国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担忧。 奥斯汀与柬埔寨总理和国防部长会面, 讨论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特别是在柬埔寨领导层过渡的背景下。 奥斯汀对中国在柬埔寨的RIM海军基地的资金和存在表示担忧, 并强调了美国对该基地可能成为中国新军事前哨的担忧。 尽管柬埔寨官员多次否认该设施, 会被用作中国的海军基地, 但美国仍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保持警惕。 《环球邮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周二表示, 支持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协议, 称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超越了灾难性。 图尔克指出, 加沙的战争行为准则和标准遭到了严重破坏, 任何能够结束敌对行动的举措都值得欢迎。 我们只能希望这一目标能够实现, 因为人道主义状况, 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 它已经超越了危险, 超越了灾难性。 图尔克在结束围棋两天的马来西亚访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周一表示, 希望联合国安理会九个成员国通过一项决议, 支持拜登总统提出的, 结束以色列军队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之间战斗的提议。 该决议需要至少九票赞成, 并且没有美国、法国、英国、中国或俄罗斯的否决才能通过。 华盛顿邮报, 今天的白宫草坪上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客人野餐活动。 我们很想知道共和党议员在选举年与拜登总统的对话。 拜登预计今天将宣布以行政命令, 严格陷从墨西哥南部边境的过境人数。 此举旨旨在展示拜登在缺乏国会措施的情况下, 采取果断行动减缓移民涌入。 民主党成员对此感到不满, 认为拜登无视法律并向共和党言论屈服。 白宫正在与民主党成员进行沟通, 拜登的行动是为了争取独立选民的支持, 但这些措施也激怒了那些选举他上任的核心选民, 批评者希望政府采取更多人道主义导向的行政命令, 如为移民看护人员及其配偶提供工作许可, 并帮助梦想者那些在儿童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士。 独立报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承诺减少移民数量, 并推出新的签证上线承诺, 而工党领袖吉尔·斯塔莫则誓言, 工党提议的GB能源公司将关闭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门。 根据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 斯塔莫有望赢得比1997年托尼·布莱尔压倒性胜利更多的席位。 就在奈吉尔·法拉奇宣布将作为改革英国党候选人参选克拉克顿后几个小时, 苏纳克公布了长期以来由保守党强硬派呼吁的年度签证上线承诺。 斯塔莫指责保守党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失败, 称工党的计划将有助于保护英国免受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后燃料价格飙升的影响。 今晚,苏纳克希望通过电视辩论扭转保守党的命运, 但距离选举还有四周。 这场在ITV上的辩论可能是苏纳克和保守党最后的机会。 路透社Breaking Views报道, 俄罗斯的债权收益率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 投资者对该国经济预算的慷慨支出感到担忧。 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和利率达到16%, 普京总统继续为乌克兰冲突提供资金的愿望, 可能导致持久的财政动荡。 中央银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纳 一直试图通过高利率保持卢布稳定, 但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警告说, 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 债务服务费用可能会从2019年预算支出的3.6%, 跃升至2026年的近10%。 俄罗斯的10年期债券收益率已飙升15%以上, 这是20年来未见的水平。 面对高油价和税制改革, 市场对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 俄罗斯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为自己融资, 只能依赖友好国家和国内投资者。 半岛电视台报道, 根据国际能源市的最新报告, 到2030年将清洁能源的电力生产增加三倍的全球目标, 雄心勃勃, 但可实现的近200个国家, 包括全球最大的污染者, 在去年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会议上承诺了这一目标。 IEA报告指出, 尽管目前的官方承诺仅覆盖目标的12%, 但各国的国内目标更进一步, 覆盖了目标的70%, 太阳能和风能将占新增可栽生能源装机容量的一半和四分之一, 其余来自地热和水、电等来源。 尽管一些国家对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但IEA认为, 如果所有雄心都能实现, 到2030年, 全球装机可栽生能源容量将是2022年的2.2倍。 报告还指出, 地缘政治风险和市场波动促使许多国家加强能源自主, 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2022年油气价格飙升之后。 独立报报道, 阿尔卑斯车队宣布, 埃斯特班奥康将在本赛季结束后离队, 这引发了对其替代者的广泛猜测。 奥康自2020年加入法国F1车队以来, 首次在2021年匈牙利大奖赛上获胜, 并取得了两个领奖台位置。 然而, 今年他在与队友皮埃尔·加斯利的竞争中承受了很大压力, 并因在摩纳哥引发碰撞而受到批评。 独立报列出了几位可能替代奥康的候选人, 包括卡罗斯·塞恩斯、 杰克·杜汉、 瓦尔特里·伯塔斯、 角田·裕毅、 周冠宇和米克·舒马赫。 每位候选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挑战, 比如塞恩斯在法拉利的成功经历, 杜汉在阿尔卑斯车队的储备驾驶员站角色, 伯塔斯的丰富经验, 以及舒马赫在奈利赛中的表现。 尽管每位候选人都有可能, 但最终决定将取决于车队的战略和未来规划。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全球最昂贵的牛, Viatina Net F.I. Mara, Moveis在拍卖会上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成为有史以来最贵的牛。 这头重达1100公斤的牛, 不仅体型庞大, 而且因其快速的肌肉增长, 繁殖能力, 以及这些优质基因传递给后代的频率, 而备受瞩目。 Viatina 19的主人, 甚至为它配备了保安和监控摄像头。 这头牛的高价不仅反映了它的优异基因, 还代表了巴西在牛肉产业中的雄心。 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 政府正在努力开拓新市场, 旨在让全世界都能吃到巴西牛肉。 BBC 报道, 尽管寄生虫疫苗的研发极具挑战性, 但科学家们可能正接近重大突破。 今年1月, 卡麦隆成为全球首个推出常规系级疫苗接种的国家, 随后布吉纳法索也紧随其后。 G级疫苗的成功不仅标志着抗寄生虫疾病领域的里程碑, 也为其他寄生虫疫苗的研发提供了希望。 像构虫这样的寄生虫, 由于其复杂的生意、命周期和基因多样性, 使得疫苗研发更加困难。 然而,科学家们通过识别共同的关键蛋白质, 如SM14, 已在开发针对学习虫病的疫苗, 并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进展。 这种疫苗有望在未来几年内上市, 并可能用于多种寄生虫疾病的预防。 多伦多新报警告称, 美国正面临一场由不断上升的债务、 货币印刷和破碎的政治系统引发的金融危机, 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一旦外国买家停止购买美国国债, 美联储将不得不大量印钞, 导致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失控。 为了保护金融系统, 政府可能会实施资本管制, 甚至允许银行没收存款。 投资者应考虑将投资组合转向硬资产, 如金属、能源和食品, 并持有部分现金以应对市场崩溃。 黄金被视为对抗人类愚蠢的最后防线, 其价格在过去几十年中表现优异, 未来可能继续上升。 谢谢您的收看。 三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